你这数据报表都做成什么样了 不能感觉给我辞职 我保证我再也不会犯错了 真的 好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错不好就立马给我走人 不答应的话 现在早已可以 我答应你 这次和CS公司合作的项目 谁用到数据分析 星宜完全没有数据 就叫个阴梦了 既然星宜在这方面不熟 那正是锻炼她的好机会 我可以在一旁辅助大姨 这样星宜的进步也会比较快 对啊对啊 那好吧 阮总 刚刚你和戴助理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我知道您讨厌戴助理 我们大家也都觉得 她不适合做总裁助理 这次项目 只要我不帮忙 她一定完不成 到时候 您就可以安心开除她了 有道理 我一定不会辜负阮总您的期望 戴星宜 你走了 总裁助理的位置 还不就是我们的了 嗯 哎一帽 这个数据该怎么算啊 我还有事呢 你可是总裁助理 这么简单的数据分析 肯定不在话下 先走了 我总不知道一个下宝 这么复杂呀 阮总 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呃 戴助理 阮总日理万机 您这么点小问题 就别耽误公司大项目了吧 阮总 您这边请 担心 不会做可以选择辞职 放心吧 阮总 我一点忙都没帮 戴助理 连基础可收号图表都不会做 不会吧 绝对漏洞百出 我们这次会议 主要讲的是 大概会议就是这样 呃 戴助理做得真不错 听说他不会数据分析 没想到做起来偷偷识到的 呃 安总 我们是绝对不是我帮戴助理做的 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坏了事 那不长眼的 是我 已经这么晚了 实在不会就算了吧 我答应过 我不会再犯错的 我一定要录音都明白这个表哥 刚刚考虑了很久的问题 原来说说函数公式就能一线解决了 那我们 你别说话 我们还继续听课呢 戴总 您不是讨厌戴助理吗 您不是想把他开除吗 我只是讨厌他工作 还以为推荐他去体验 你们可以尽快玩这故事 谁知道他陈迷 别学习 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理过我 不让他辞职哪来的席间约会 真的 原来怎么能喝到这里 他是 他是我女朋友 哥